大家好,我是5IR抓子 今天是2019年7月27号,星期六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第九期节目 今天还是和以前一样 我读一篇文章 然后在边读边做一些解释 然后这篇文章也是以前发表在共舞台上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论陈卓仁牧师和卧底牧师张浅静的关系 好,因为这篇文章当然都是发表在共舞台上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仍然是在处于查找资料的阶段 因为这个陈卓仁牧师他是归正宗的 他是唐从龙的那个归正宗派的一个牧师 然后那个张浅静就是他的学生 这个时候就是归正宗参加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就是归正宗派和远志明他们的关系 或者归正宗派怎么和那个王仪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都是一点一点显示出来的 因为在之前都是让他自然的 我们让他自然的这么去看帖子 然后看见他的关系 但是后来我才是去主动去找他们的关系 因为他们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也就是说包括远志明的旧地上共识的那个团伙 和那个就是和那个和王仪他们怎么有联系的 就是这个是就是通过这些一点一点找出来的关系 因为只有其主动去找 我就说这个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 后来我其实我也学过大数据的 就是用那个python写那些程序 在网上去找那些资料 找了资料 但是工资量太大了 当然我也没有做 当然其实像那个machine learning这些 它是其实可以的 可以把一个人的一些文章 然后全部输入那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大数据分析 是可以分析的出来 比如说我们以圣经作为参考 然后把一个人的讲道进行对比 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些人是异端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我当然也没有时间来做 所以我现在还是先把练这篇文章 边练 边做一些解释 然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因为这个事我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准备 然后我还是和以前一样 因为我普通话说不好 你们听着难受 就直接读它的大的东西 当然我的解释只是补充一些东西 但是我会陆陆续续都会讲到 但是主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文章 因为文章别人写的 写的它的准确性要高些 嘴巴说的话就有可能就是有口误啊 然后我说错了这些啊 然后以文章的为主 当然文章有时也会有小的错误 但是总比就是脱口而出 这样要准确一些嘛 然后我再先浏览一遍这个文章 那种沉着人牧师和沃迪牧师张前进的关系 好我先还是一样的过一遍 文章不长 因为主要是查找他们的关系 好我读 刘刚主席在写出沃迪牧师张前进后 网上一片华人 相信者有之嘲笑者有之 我本能的相信刘刚主席说的是真 但事实来我们要事实和证据 不能信马有将张口就来满嘴跑马 不指望有沃迪李处文自己掏出党政的证据 总给我一点线索吧 这事我也拿不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张前进 在基督徒论坛没听过这个人 那么我们就来查查线索吧 法律上叫先定罪后找证据 孰子强奸冤案 就是这样定的 看看是不是同样冤枉了沃迪牧师张前进 好我说一下刘刚主席 因为在共产一般都称之大家 他们都非常称之为主席嘛 刘刚就是那个搞民运的那个刘刚 刘刚我再说一遍 刘刚的文章 他的我说的意思就是读书很大 他其实就是说一定要审思民变的去看他的文章 也就是半情半意义的去看他文章 他的基本的不会撒谎 因为刘刚他写文章是有他的目的的 他里面的文章 他肯定会有时他会挖很多坑 他的坑也是有目的的 如果你跟着他的坑走的话 他就要上当了 刘刚因为他自己说他老婆是 共产党的派过去的嘛 他的几个媳妇 他的几个老婆都是共产党配给他的 所以说他其实是被那些人控制住的 所以说他有时会装疯卖傻 所以说他你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人 以前我们在那个共舞台说 他跟他修我说 找你那么能干的人 早就把那个媳妇给离婚离掉嘛 后来当然我也没有太关心他了 因为我也没有上共舞台了嘛 刘刚他是相当聪明的人 可惜这些都是人才啊 都是被毁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毁掉 但是他的文章一定要省市民都能看 但是我是比较相信他的一些的考证的方法 因为他写出来之后嘛 因为我不说那个共舞台里边有许多的五毛嘛 当然因为他揭露了那个张千进 那当然别人就不相信他 就明明说的是事实也不相信他嘛 所以当时我以前说的那个泰姆泰的 他是相信刘刚的那个以前也说过了 你们看以前的一期节目就是 就是TimeNet论刘刚主席和XYZ315的那篇都有啊 张千进我的确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然后是刘刚他写出来之后 我在去查的 因为一个人他写了之后 我当然要查 要相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嘛 就是我们所说的省市民辩 他是圣经上说的 这是圣经上帝的教导 弟兄姊妹们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教导 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教堂里边 听人家讲道 我们好像就啥也不想了 就认为好像他是牧师嘛 牧师讲道他就正确 那不是 那一定是圣经的教导 一定要省市民辩 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牧师讲道 或者任何人讲的东西 你们自己都要动脑筋 要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过一遍 他讲的对不对 我有哪些地方我听不懂 我为什么我听不懂 我自己去查找 他好像觉得 他哪些地方没讲对 那么你自己都要去查找 对找圣经自己去查找 然后这个也一样 刘刚他写出来之后 我当然要去查找 查找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写出来之后 我就觉得那个张前进 因为我从未听说过 当然刘刚他也没有说 他是什么派别的 然后我就去查 我接着读 一查证据还好找 原来在鼓吹杨文化的 曼德的网站上 有张前进的见证 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前段时间 我看过已经没有了 我过了接触 曼德我知道 我差一点和他一起当了一个基督徒论坛的版主 他因鼓吹杨文化 异端文化使命 我就不敢和他在一起了 他要吹卧底张前进就太正常了 文化基督徒不就是那帮刘无敌的文化人吹出来的吗 我一读完 从囚徒到牧师张前进 果不其然 柳娃真是卧底 证据有三个地方 那我先说一下 现在你看见没 我提到那个曼德 这个曼德 后来就是郭宝胜 你们明白了 郭宝胜 郭宝胜 他一定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因为当时我们在大陆基督徒论坛 大陆基督徒论坛 因为我是在国内还没移民之前的时候 我就在那上面上了 我最开始上应该是2001年 因为那是我办移民 那个001上面的大陆基督徒论坛 那个就移民 有一个的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移民论坛 然后我就在上面上了那个大陆基督徒论坛 后来我说后来出现了 所有的人几乎都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几乎都出现在大陆基督徒论坛 所以说我是很早了 所以说当时我昨天 我把我的那个文章推出去 就是我的和解推出去 有个人就在转推 转推的时候他就在说 哎呀好多熟悉的名字 因为是啊 因为我很早以前都知道这些什么 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啊 所以说就看那个基电 他看见我就马上就把我拉黑了 他是不是看见我 他就他自己瞎走了还是什么的 他的那个推特就没有了 的确是消失了 他用了很多年 我想我不至于把他下的就不敢上推特吧 应该和我关系不大 但是这个时间点也太巧了 我也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他都一下不见了呢 彻底没有了 这个曼德就是郭宝胜 你们知道了就是郭宝胜 他是你看我差点和他一起当了一个基督徒论坛的版主 就是那个大陆基督徒论坛 所以说他也是知道我的 他肯定也是知道我的 知道我这个名字 就是我爱阿猪阿子 当然我之前说也许他不知道 但我想他是知道的 郭宝胜我在推特上 我也没有打理他 我从来都没有打理他 也是别人转的东西 但是我后来去点他的 他也把我拉黑了 也把我拉黑了 我又感到很奇怪 我根本没打理他 我还不想激点 激点我还是给他发了两个呵呵 他我啥什么都没做 就算什么都没做 他就把我拉黑了 可能也是别人推的东西 然后我再一推 他看见了就一看 就是我来了 就把他拉了 就把我拉黑了 因为我其实以前我写的文章 我写了一些 设了一些陷阱 也就是说我的文章 我露出了许多破绽 你们看我的活集 那个破绽 其实没多大关系 和主题没多大关系 但是我是故意录的一些破绽 比如说一些谎言 在里面 当然对主题关系不是很大 我录的破绽 就是让他们攻击我 但是他们都不来 因为我后来明白了 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提我的名字 因为一提我的名字 他们就死掉了 所以说他不提 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个人存在 但是他们不提 这是很明显的 如果他们主动一提出来 就别人就会来查找 查找一看 怎么就和他们讲的不一样 那么就完了 我后来想起来 他们为什么不提 看见我就躲 我的确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一直是在盯着他们 我把我自己定义为守望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 在神的家还有其他的身份 这个我就暂时不说了 然后王一牧师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了 他可能身体有些问题了 半年前好像他也是说 他身体不好了 我想他身体可能是有些问题了 如果有人看这个节目 和王一牧师 是直接的他们的家的亲属 或者什么的 和他们直接有来往的人 就可以给我在下面回一下 王一牧师是不是回归添加了 当然我这样猜测 他身体肯定是出现问题了 因为他毕竟是要接近90岁的人 好 然后我再说这个曼德 就是哥宝胜 你们如果是我发生的 你们都知道他了 你们不知道曼德 但是你们知道哥宝胜 他也知道我的 但是推特他把我拉黑了 这个哥宝胜 他就做了版主 他用鼓吹洋画 这些人很奇怪 他们其实是没有真正参加过六四的 他们应该是八九年以后 上的大学包括余杰王一 郭宝胜我看也是 包括那个什么 复习球 他们应该都是 说是真正参加八九六四 八九年的学超的人 像我们这样的人 好像还 就是 卧底好像还不是那么多 因为我没有做这个统计报道 我是感到很奇怪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那一批 因为当然他们参加八九六四的人 我想和我后来给别人说 八九年前的上大学的人和八九年以后上大学的人 思想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我的同学 因为我是八八年上的大学 刚好八九年就赶上了 然后我们有些同学 他是八九年 他没考上大学 他过了八九年 过了一年才考上大学 那好像的过了几十年之后 那人的思想都变化的特别大 差异特别大 然后我再接着读 就是读那个张浅静 因为张浅静 你们可以去查到 张浅静他有他自己的见证 当然这个网站没有了 我不知道网站还有没有 我这个都是有的 所有的东西 我想一个人 那个圣经说 你不要自欺 总什么就是收什么 因为我在查查他的证据 这些证据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我不可能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就是下地狱 因为我们是在查找这个关系 这个时候 王武师也还没有写到他的守望 因为这些关系还没有 完全显明出来 显明出来 我们只是在查找 查找这些资料 然后所有的资料 现在是汇集起来 就是归正中派 归正中派 后来我现在说一下吧 就是那个中国福音会的 那个资天恩 把归正中派 引入了大陆家庭教会 就是把归正中派 因为他也是加尔文中的 把唐从仁引进了 大陆归正中派 资天恩以前还写了一个 200几年写了一个 基督教会史 大概是这个名字 他和六四逃出来的赵福山 有火影 我是对资天恩有一定的怀疑 但是我没有仔细查找他 因为他也已经早就死了 早就死了 但是王武师是他们很赞赏资天恩的 赵天恩 就是他说 那个就是赵福山 他六四的时候 出来之后 他就其实是在海外来 统战那些卧底的 就是他来培养教会的卧底的 这是赵天恩说的 我又从前 王武师那儿听到的 所以那个赵福山 王生人就一直催他 和共产党决裂好 没有 赵福山没有任何的自传 没有任何的见证 没有任何的文章 说他就是 忏悔他在以前 在中国教会的行为 没有任何的 他是 他肯定也是下地狱 他是共产党人 他本身就是 所以说 那些不要认为好认怂 又是出来的 他们都好认为好 共产党决裂好 不是 他是卧底出来的 那是赵天恩说的 但都死了 死无对证了 但是我说的话 我是有来源的 我来源都是 可靠的一些来源 就是赵福山 王上当然就出来 不过也死了 终究都要成亏成土归土 不管你周虑 最后都是 要么天堂 要么地狱 这两个结局 好 证据一 请看这句话 在此 我要感谢 基督工人神学院的老师们 对我三年的栽培 教导和栽培 看清楚了没有 他是工人神学院 种子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 教会弟兄的证识 内部人说 张浅静读书的 工人神学院 自从客户家长的权 早已变成了 早已变了 成了帮助宗教局 培养宗教干部 公派到美国渡经院了 张浅静就是宗教局 以培养宗教管理干部 没有冤枉他 张浅静 那个就是扣家 是扣 扣来勋 扣什么勋 他的后边有一个人 是个艺人 就是黄什么的那个老婆 就扣来勋嘛 他们那家人嘛 他们家都是和共产党合作的 你看 所以他们都在 那个作为艺人 黄什么那个曲作家 我也记不太名字 扣来勋 我知道他们后人有扣来勋 然后扣什么 都是传道人 他们都是台湾的 台湾的 他们都是和大陆合作的 因为台湾被渗透的厉害 那肯定是 他们在国内去捞钱嘛 就是他们是艺人 然后以后就教会和艺人 扣家 就是扣 哎呦 我有一点想不起来了 你们自己查 因为扣 他自己说他折扣嘛 新扣的那个传道人 那一查 就是只有他们家折扣嘛 就的确是折 转入教会的了 金卷 请看这句 以及陈左仁牧师 过去三年的教导 看清楚了没有 陈左仁 陈左仁是哪把业夫 我们过 想来过来都不知道 不急 我知道 他在于杰写的 基督徒关于法轮功问题的 生命里边有 有他的签名 请看 对手都是王子 我读评 这是独立评 我当然可能是把他们的签名的 那些文章 不对 他们的文章 当时于杰他们还去骗那个搞民运的 在民运和宗教两边混嘛 两边混的时候 他应该是他们自己把那个文章 贴到那个独立评论上 我现在马上来查找这个这个网址 还有效没有 有些就是关于法轮功的那个声明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哎呦好像不可以 好像是查不到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但是可能在网站上 应该是查得到 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不急啊 哎 不急 嗯 这个在其他网站上也应该查得到 嗯 查不到了 查不到了啊 可能是查到 这会儿我做节目再查到 太难分析了 算了哈 签名你看 哪些人签名呢 有唐重荣 牧师神学家 布多家 陈卓仁 牧师 教授 郑泽民 这个郑泽民 看见你出来没有 就是他写的 呃 一封信 说后边啊 那是后来的事情 就是说唐重荣搞同心链啊 你看他们是一起的啊 孙家记 孙家记 牧师 于杰 基督徒作家 王宜基督徒作家 那个时候很早了嘛 很早了 是200几年的啊 写在这个 可能是2004 见了基督徒 见了总统之后 2006年 2007年 大致这个时候啊 你看 这个是王宜 他还是基督徒 还没有说牧师 王光泽 基督徒 记者 李永安基督徒 教师啊 基督徒 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声明 是个什么东西 不用我多讲 就是利用傻傻的基督徒 来打击共党的反对者 呃 就是法轮功的嘛 而曾 做人在上面签了名的 他是卧底牧师的张浅清 没有冤枉他 好 然后证据上 你看这句 回顾在归正福音教会 福事的日子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是归正福音教会 什么是归正福音教会 不姓足的人 可能不知道 不及我知道 往上面看 看那上面第一个签名的是谁 唐 唐 唐重隆 他是谁 他是当今归正教会的一个 印尼的唐大墓 归正宗 又名加尔文宗 改革宗派 这就是你看见没有 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 我提出了归正宗有问题之后 然后刘刚写出这个 卧底部是张浅清之后 他当然他不知道 因为刘刚他不知道 有归正宗在说 因为他教会不了解 让我一查 他刚好也是归正宗的 那么就和我的看法 就完全融合了 就是他 我说一说 我说刘刚的这篇文章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佐证了 我当时的看法 因为当时 我没有去主动找资料 这些资料是自己蹦出来的 差不多是自己蹦出来的 主要是刘刚 自己蹦出来的 那就是为 先为上帝给我喂料 然后我就看见了 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归正宗 然后可能后来的 许多资料就汇集在一起 之后 王一牧师就写 就做了一个五十几手 批归正宗的 因为到处的资料 就显示出来 归正宗 在国内 他们打入家庭教会 他们不是去改革 三字会 他们是 他们是去控制家庭教会的 好 张前进 他是 第三句 汤 他是教会主演 和共同合作来和谐华人的 卧底 牧师 张前进 是他们总之出来的 就是那个 归正 归正 没有愿望呢 白子 黑子 蛮王 都是 难道 他们要签二十分卖生气 你们才相信吗 你还在等党政 真的是 那个证据我们不可能出现那么多 你是拿不到党政的 那个就像刘刚说的 走着像鸭子 叫走像人 看着鸭子 那就是鸭子 因为我上次有句话没有说完 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突然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就是 那就是人为 那就是人为 不是神级 神级是 也是 小概率事件 还会是很小 是没有概率的事件 变成了有概率的事件 就是耶稣 耶稣 从死里复活 那个是没有的事件 变成了有 那个才是神级 至少 那种算神级 好像和现代物理学 不相 不符合现代物理学的 那个看法的 那种好像 才是神级 然后小概率事件 突然没大概率事件 那是人为在做 好 张浅静 曾卧底没有冤枉他 可是你说他指甲里的DNA 不是他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DNA吧 就是那个熟子强奸案 是做的 是先定罪 我们现在也是 先定罪再找证据 先找证据 就看 就看 因为这是 过过的 就是刘刚的证据 证言 和这个我们在网上 找到的证据 看符不符合 当然是符合的 很明显的符合 好 你看这 看到这个名单没有 国际归正团契 成立声明 这个归正团契的成立声明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你们要去看 这是归正中派 他们要怎么 就要控制家庭教会 这里面就出现了傅希秋 许多网友特别关心傅希秋 我说他是职业特工 那是绝对是的 你看看 他们的 我看现在这个网址 还能找不找得到 这个是叫做 国际归正福音团契成立声明 这就是后来王仪 他为什么叫秋语 成都秋语之府归正教会 这就是来的 这是归正中在控制家庭教会 好 先看看这个名单 现在也找不到了 也找不到了 因为后来出事了之后 他们过了很多年了 也有可能出事之后 他们就把毁市面级 想把证据毁掉 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仔细找 肯定是找到的 我现在我不想找 来我试一下找着吧 周公 好 周公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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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的 你看看 名单有了 名单 英文版的 名单 你们自己看 说得到国际归正团结 2007年 那个是 应该是 他应该是200 你看 2007年成立的 1月份 好 我快速过来 你们 这个是国内都收得到的 国内都收得到 这是有名单 这个肯定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是 哪几个 周公和博士 美国 宾州 费城 冯以剑博士 加拿大 温国华士 你看 红一键 出来了 我以前说过 红一键 傅西秋 牧师 美国 德克 莎斯州 傅西秋 出来了 许多人关心 他的能量很强 他人 他是职业特工 王一乐 王一乐 博士 美国 新泽西州 我的自传里面 有他 他们当时 写国度网 王一乐 这都是有 陈彪博士 美国 菲夫 罗利达州 李 绍远 牧师 美国 宾州 费城 张康平 教师 美国 宾州 费城 蔡平博 博士 美国 马里兰州 麦安迪 博士 台北 台湾 台北 陈佐人 博士 看见没有 陈佐人 美国 华盛顿州 顾问堂 你看看顾问堂 顾问堂就出来了 唐从龙博士 周公佛博士 还有些英文 我不知道 英国人 这些老外的名字 我不知道 然后 你看看没有 这些文字 就哪几个人 冯玉健 旧间公司 卧底排名 第三名 旧 冯玉健 他是在旧间公司里面 排第三号 他主要是修改 远和喜 致命的原稿 二 傅西丘 博士 刘刚 卧底名单里 又有他 巧合 你看嘛 刘刚也是说他 刘刚有关 傅西丘的很多 完全是参加政治活动 他也没有教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教 他自己后来 除了不说 就是上帝的双面见德 我不知道 他自己说上帝的双面见德 他就是说 他自己把自己定义为见德 你看他自己的自尊的名字 就叫见德 上帝的双面见德 你可以去查找他的出的书 不知道有没有买 我也没买来看 我也没看 那个肯定是骗人的 那个里面 肯定是让你们相信 他是信耶稣的 曾做人博士 看到没有 签名的又来了 唐崇文博士 看到没有 签名的又来了 还不信 要党子 没有 我不是他们入党介绍人 我是打酱油路过的 爱信不信 你也不是陪顺团的 你也是打酱油路过的 你看到没有 这些证据 就像我们在法庭上 这些证据呈现出来 我们作为观众 就像我们是陪顺团的 然后我们来审视这些证据 然后当然这是很清楚了 就是当时对我来说 我是战正经经的 去查找这些证据 因为我最早就是 感觉他们有问题 但是没有主动去查过资料 后来这些资料就自动 蹦到我面前来了 主要是那个刘刚 自己把那个 张浅金的资料蹦出来 然后一查找 那就是完全无论 完全无论 所以说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非常清楚了 对我来说 已经非常清楚了 可能对你们不了解 听众来说 还觉得很奇怪 其实是你把我的自传 全部看一遍 然后前后对比一遍 那都是非常清楚 张浅金是 卧底目视 证据入山 同一个团伙在操作 归正宗 就是归正宗派 看教会卧底表演 比看充公还精彩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老板 难免泡菜 这就是当时 刘刚写了 卧底目视 张浅金之后 我去查找张浅金的官 那些资料 背景资料 就一下就和刘刚的那个吻合了 吻合了 而且和归正宗 扯在一起了 和归正宗 扯在一起了 所以说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归正宗 所以说 像成格 他现在就两边收起了 他又想支持 他又想支持王姨 因为我们也是归正宗的 又想支持王姨 又还想站住 家庭教会这边的牌子 因为他已经挣了不少 从家庭教会 挣了不少的名气 所以两边收起 因为那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 真理那是只有一个 你不能说 我有两个真理 两边都站住 那是不可能的 要么你站在沙灯那边 要么是站在上的这边 他想站在两边 那当然就站不住 就肯定 两边都要打他 但是我是认为他是教会 这个今天就不说那么多了 今天的节目就坐在这里 这是我当时 查找资料的一个过程 现在对我来说 这个就非常清楚了 但是有几个人 这次节目几个人 你们注意听 这是我现在有关 曼德 就是郭宝胜 然后就是 你看于婕王姨 然后当然就是 唐春龙 然后就是 关键字就是张浅静 他一定是 然后后来我上了推之后 我发言 2018年 刘刚他发了一个推 他说 他因为他揭发了张浅静之后 张浅静就在美国待不住了 就跑回国了 然后后来我的确 我去查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们 就是王姨搞事的时候 有许多人签名 要支持王姨嘛 张浅静他又改变身份了 他就说了 北京家庭教会的人 他应该又回到北京 因为说明 那个刘刚的 那个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说刘刚的东西 他是非常可信的 你们不信他 那些人都想把 说成神经病 那就是为了打击他们 然后那些 教会卧底 他们说不过别人了 他就说人家是神经病 然后我后来 我后来 我说现在 我说得很清楚 来骂我的人 我一般是回答SB 就是傻逼 然后他骂我一句 我就回一句 骂我一句 回一句 然后他们肯定会说 你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骂人呢 我是 的确是基督徒 基督徒 我也不想骂人 但是你要骂我 我当然也会生气 我生气 我最后就气死了 那么我肯定要还击 肯定要还击 那么你骂我 我就骂回去 我就不停地骂你 不停地骂你 然后看谁骂得过谁 就是这个 所以圣经里边 我当然不会像 皮特 皮特就是 就是那个圣经里边 他们去捉了耶稣的时候 皮特他还拿出 拿出剑来 把那个士兵的耳朵砍掉了 就是人 不是完人 我听着 如果我 到时候你骂我 我一点不生气 那当然我不会骂你 但是你骂我 我生气 那我肯定也会骂你 但是我记住 我一般只回答 SB 就是傻逼 因为的确是 你们不动脑筋 不动脑筋的人 当然对五毛来说 脑子完全坏掉了 当然也不是 都是属于那个范围 就像我在那个推特上 有一个人说 他说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 傻逼比较多 你写这个东西 别人不相信 那我的确是没办法 我就说的是 就一个人就行了 就一个人 我们十多年了 我以前开始以为 我写的这个东西 我肯定会 好多人都会相信 后来发现是错的 所以说我跟那个人说 毕竟那个圣经说的七千人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想巴黎屈膝的 好 就说 哎 后面有一句 可能写不下 我怎么把他省了一半 好 就是说 为什么像巴黎屈膝 为什么像巴黎屈膝的 一个是投降 一个是活着 我到时候有空的时候 把他加上去 他是七千人 他不是七万 七十万 七百万 他比较少数 就像那个 王颖牧师说的 七千人 也没有两三个人 就不错了 就是说是很少的人 很少的人 知道这个也很少的人 坚持真理 好 今天就坐在这里 就坐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